这几天几位业主打电话给我 说租客发邮件了 说是被公司lay off了 4月份的租金收不上来了 怎么办呢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多安多捷达地产的broker Frye Lee 今天是2020年的3月28号 咱现在叫疫情中的多人多房地产系列 好不好 连现在也是戴个手套 如果是一个手戴个手套 这个不错 就是增加一层防护 去哪开个门 这到时候一拿掉 这就保证手上比较干净 再多用洗手液 所以大家也要做好防护 希望大家都安全 刚才我说的这个事 就是4月份租金这个事 租客提出来 那么业主 我相信现在有一些业主 可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件事呢 开始是来自于福特省长的讲话吧 我觉得是吧 他说这个租客们不用担心 如果是生活有问题 那你先买吃的 租金可以不交 但是他还有后一句 但是你要不要take advantage 这个我讲的这个话 他讲完这个话以后的话呢 加上现在的这个租客业主 这个法庭啊 现在停止了hearing 停止听证 而且呢 就是说对以前发出的 清租客这个法庭的order呢 现在暂停 执行 那有了这个事情以后的话 那媒体就开心了 哇大肆炒作 说福特省长说了 现在这个租客不用交租了 所以说现在在这个情况下 整个这个舆论啊 媒体啊 给业主们呢 推向了一个 很弱势的群体的过程 就很被动 现在啊 那实际上业主 说心里话也不容易啊 这个都是这个 这个省出来的钱 放个手期 然后买个房产 然后呢 这个也是他需要租金 来cover所有的mortgage 需要管理费 递税 他有cost成本在这边呢 是吧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关键是什么呢 现在不是讲 这个公不公平的这个时段了 因为这个现在咱面对的这个 病情呢 是属于全球性的一个 人类灾难啊 百年不遇的 所以在这提公不公平 没意义现在 就想怎么面对这个事情 业主们怎么解决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 那我在这儿呢 今天做这个视频呢 给业主们一些建议 那我觉得呢 就是说 对不同的租客呢 要分别对待 因为租客呢 也是分好中差 任何时段都有好中差 甚至每个阶段 好中差的定义略有不同 现在好的租客是什么呢 就是只要按期交租 就是好的租客 别要求太多了 那如果是现在租客 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继续 包括他自己 克服困难也好 包括他交租也好 那只要交租 那就是应该赢得 业主的一份感谢 我觉得这份感谢呢 不仅仅是口头的 而且呢 这是完全我个人的建议了 就是在一到五年之内 你可以给一个 就每年业主不是有加租幅度吗 你不给他加租了 你说这个感谢你的 这个就是在这一行中的 这个继续持续的交租金 那么呢 明年不交租不加租了 保持这样 那这种呢 就是这种感谢呢 我觉得 没有上线 也没下线 就完全看个人 如果是经常看我们视频 知道我对好的租客呢 是特别的感谢的 感激的可以讲 因为就是咱这人 可能是出来久了也好 也还是说是这个 做这地产 这个工作久了以后 就是说人家对咱好一点 不行受不了 这个 就一看这租客 比方说这个平时挺好 按时交租啊 维持很好 特别感谢 就是包括这个 这种平时的这种问候啊 平时的不加租 我之前有些租客 我就不加他们租 而且呢 就是说这个 包括这个 实务上的这种 感谢啊 这些回馈啊 这些都不为过 表达感谢 有很多种方式 对好的租客 找一个恰当的方式 得有个表示 我觉得啊 那对中等的租客 中等的租客 在现在这个阶段 是什么叫中等的呢 就是说 他 他想交租没办法 真的被lay off了 被lay off了 现在短期内 他领意外也好 领救济也好 他需要时间 在这个时间呢 呃 四月份交不上租金 那在 这个 对于中等的 这个 类型租客 就是说 他人品不错 没没事 他想交 但是实在是没钱 没实力 对这种租客的话呢 我觉得一定要 呃 冷静耐心的去解决 啊 那我解决这个 我现在正在解决一个 这样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之前 这个代卖的一个房产呢 我是两周之前 给他 suspend了 就是不再卖了 那么 这个租客呢 他是合约呢 是到四月份 四月 今天四月 下个月月底结束 那他现在呢 说呢 跟就是前两天 给业主发了一封邮件 说呢 被lay off了 四月份呢 租金呢 交不上了 因为 呃 本身他四月份 实际上他最后一个月 他如果四月底走的话呢 那四月等于投一尾一 他已经交了 但是他想 继续 但是他说 我现在交不上 他只是这么一说呢 业主就很反弹 业主因为 就就 因为业主也很frustrate 我百分之百理解业主 业主也就 也是很直率的人 直接把里面邮件 也是 就是 就是措辞很强烈 那 呃 租客呢 看完以后呢 也很反弹 就说 哎 那现在这情况怎么办呢 那咱就法律 法庭上见吧 哎 我说 算了算了 两边都别 都熄熄火 然后我 我来解决这个事情 那现在呢 我解决的 不错 快解决 快最后解决完了 那这个事情呢 呃 我解决这个呃 现在租客和业主问题呢 就说呢 一个目标 三个步骤啊 因为你做任何谈判也好 做任何事 你总得有个目标 那我在现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第一个目标啊 就是说呃 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能够terminate这个lease 是最佳的选择 比方说到这个月底走 到下个月底走 租客签了N11的表格 他能够走 你有这N11这个表格 你就是上上策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了这个时间段的话呢 你如果open的话 那这件事情呢 是属于你完全对未来 没有control 没有控制 你就是上法庭 你都得七八个月啊 可能还还少说了 你要是他明确在某一个时间走 那意味着你重新对你的物业 拿回了控制权 对不对 拿回了主动权 所以要的就是这种控制权和主动权 所以说呢 这个在这个目标的基础上呢 就是分三个步骤 我觉得第一步骤呢 就是说充分表达你的同理心 就是说他失业了 又遇上这种灾难 这是一个真正 这个你要百分之百的这种理解他 和有这种同理心 就是打电话也好 发邮件也好 你要把它很充分的表达出来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在你表达完这种关爱吧 之后的话呢 要有一个充分的解释 因为现在的市场上的这种谣言也好 各种说法太多了 租客有些人是被误导了 那你要解释 就是包括福特省长这话 你说是 如果你真的是明天都接不开锅了 好 那现在的话呢 咱可以这个 你可以现在不交足 因为他本来也交不上了 饭都吃不上了 谁还给你交租金呢 这是事实 但福特省长也是说了 大家不要take advantage 这个事情 对吧 在接下来的话 你要跟他解释这个贷款的问题 因为现在很多租客觉得 业主的业主可以现在不交贷款 不付银行的这个mortgage 房贷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第一呢 就是银行 他也要有一个qualification的过程 你有没有 你是不是qualify 这个能够享受defer 延期付mortgage这个事 有些人是不符合这个情况的 有些业主 有些这个可能是资助房行 但投资房可能不行 但具体你可以跟那个银行去探讨 但我就说呢 这件事情需要银行的一个认证的一个过程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呢 他不是说是我推迟付款 我就不需要付了 不是这样子 就是你现在银行的是把这段本金是放到后面 是吧 加到你的本金里 而且离息的话可能是利滚利这样子 你要付一个很高昂的一个成本在这边 所以你要把这件事情也要解释给你的租客 就在大家都充分了解现在的真实情况之后 第三步你再进行谈判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把这个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 terminate这个lease作为第一目标 那现在谈呢 就是说他应该是这个月底走 或者是这个下个月的头一个星期走 业主呢补给他 把这个最后一个月租金退给他 这是很好的一个解决嘛 等于这个file就close了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这已经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了 当然了 就是说对每位业主来讲 你的这个可能解决的方式 目标可能侧重点都不一样 但是我讲的这就是说你这几个步骤 你可以借来用一用 但是你的目标你可以根据不同的人 不同的这个讲法 不同的说法 设定不同的目标 总之吧 就说在这呢 就是说画呀 把这事画掉 业主们 现在这个字很重要 要把这个画字贯穿到整个解决和租客业主 这个问题之中 这是上策 再有呢 就是对于这个差的租客 现在呢 市场上有吗 有 包括你像Downtown有个社区 发起了一个叫不交租运动 那这个社区呢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 他们的一员 就是非常左倾的这个社区 所以说呢 刚好这些 有些租客呢 就借着这个机会 发泄对业主的不满 我就不交租 我有钱也不交租 如果遇上这种租客了 那业主们呢 也是就是在你通分跟租客沟通的情况下 你认识到 那租客就是这样 就想赖着了 那怎么办 那我建议你及早启动 这个法律程序 尽管现在Land Lieutenant Board 现在没有开着Hearing 听证没有 现在也不能执行这个清租客 但是你得排队啊 你尽量早一点排进去啊 是吧 你就现在serve这个N4的表格 你要等到 可能得七八月以后吧 我觉得你才能够有这个听证吧 可能也许还少说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大家呢可以利用这个时段呢 可以上网呢 这个Land Lieutenant Board 学习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法律知识 同时我还是建议大家 业主应该雇佣这个一位呢 就是专业解决的这个Para Legal 解决这个事情的这法律工作者 那他解决呢 就是这个从一开始就解决的比较正 而且呢就是说不会耽误你时间 所以刚才这几点呢 就我能想到的 对好的租客 中等的租客 还有差的租客 说采取的不同的策略 和不同的应对的方式 那么现在整个这个形式 可以讲呢 对业主是不利的 但业主呢 业主们都变成了这个 绝对的这个弱势群体 那现在这个省长 他们讲这些话的话 从 反正我是觉得 我还能够理解吧 因为就说 他在现在这种社会危机的时候呢 那作为任何一个省的领导人呢 他会把整个社会的稳定 作为他的Priority 那大多数人当然是租客了 所以他要把这些人稳住 让这个社会呢 在有秩序的情况下呢 再去一步一步的解决这些疫情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呢 这倒也不是坏事 同时呢 就是说这个 对业主来讲 经历的这次困难时期啊 危机时刻呀 也不完全是不好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咱要解决这些问题嘛 面对这些事嘛 有这个痛苦的过程 有纠结的过程 有这个 解决中的这种各种纠结的这种过程啊 那么在正是在这种 困难的时期 和这种各种纠结之中 解决这个问题的之中呢 我觉得 才能够呢 对整个的这个 就是包括财务规划呀 租客管理呀 租客选择呀 还有未来的生活安排呀 等等这些事情呢 进行一个深入的思考 和一次呢 大幅度的升华提升 从整个长线这个物业管理和长线投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也不是件坏事啊 那最后呢 就是也送给各位业主啊 包括自己了 一个一句鸡汤的话吧 就是 一切都会过去 好了 朋友们 今天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